而且如果是單獨是黃賊的話 沒有 我們辦公室一樣 像昨天有人來拜訪有約的 他們也要打進來問說 你們是不是有某某某 來跟陳委員有約 我們說對啊 然後他就請他進來 這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一直以來 我覺得沒有改變 我一改變只有我的隔壁 讓我產生心生恐懼這樣子 我也懂 我覺得請黃賊不要針對韓院長 自己先行的證再說 不要脫開我的 記得 拜託拜託 不要脫開我的 真的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謝謝黃賊 黃賊他就是做賊喊做賊 過去我也一直覺得很困擾 就是研究室在陳玉珍旁邊 然後旁邊是一個就是惡鄰居 因為之前他也傳出說 他在研究室堆放過期的中國快篩 然後是滿坑滿谷的中國快篩 這件事情已經讓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了 作為一個研究室在他旁邊的鄰居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鄰居彼此要尊重 應該是要蹲輕木林才對 怎麼會處處的騷擾 甚至是用這種方式來影響他的隔壁的同事呢 所以我也在門口旁邊也貼上了一張這個SPA館 請往右走 我很怕要去找他洗頭找他按摩 找他泡澡的人會找錯辦公室 來到我辦公室 所以也請大家導正視聽 告訴大家正確的方向 請往陳玉珍辦公室走 因為我沒有做嘛 所以我不覺得 但是你看 你們看看從這邊走過去 對不對 10步以內就會走到 不是 主要是很危險 大家要認真的討論這些事情 主要是很危險 因為半夜 立法院在這裡任意進出 警察也沒有辦法管 也不會管 因為立法院在這裡進出是正常的 然後 如果 很快 我看那天那個影片 他動作很快 不知道怎麼樣就把門打開了 我們我也打不開 鑰匙我也打不開 他不知道是用Copy的 還是說是用什麼機民狗刀之術 大家知道半夜可以任意闖空門 很危險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危險 我是認真的 半夜可以偷放東西 因為昨天有媒體來的時候 就是說 因為進來的時候要被先詢問 黃捷辦公室 就傳說被下調子 那你二館這邊有聽 有類似的 不過本來 我們這邊本來之前 本來之前就是 本來之前媒體來要拜訪我們 或任何人其實不只媒體 任何人來拜訪我們 都本來就會打來辦公室問 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知道就任何人要拜訪 他要找陳玉珍委員 他本來就要打電話來辦公室 確認 這裡從來不是隨便任何一個人走 就可以走進來 他要跟門口講一下 門口那個 警官就是那個門口那邊 他們會打電話進來幫忙 確認說是不是有 有約誰 這個沒有改變 我覺得沒有改變 你們會覺得說如果真的有這樣狀況 而且如果是單獨是黃捷的話 沒有我們辦公室一樣 像昨天有人來拜訪有約的 他們要打進來問說 你們是不是有某某 來跟陳委員有約 我們說對啊 然後他就請他進來 這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一直以來 我覺得沒有改變 我一改變 只有我的隔壁 讓我產生心生恐懼這樣子 我決定 我請黃捷不要針對韓院長 自己先行的正在說 不要脫開我的白 記得拜託拜託 不要脫開我的 真的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謝謝黃捷 那我也是打不開的 我還是要這樣請查案 謝謝 好好好 拜拜 幫我打開一下 等一下幫我打開 我打開 沒有 開不開 你沒有鑰匙 我沒有鑰匙 你沒有鑰匙 我沒有鑰匙 你們都在助理嗎 沒有 對我助理有 但我都沒有 我就是請警察開 沒關係不用開好了 沒關係我要去開檔案 但是所以我覺得這裡應該是 因為他脫開你也沒辦法 所以是要貼封條 貼封條 就下班前貼起來 下次如果貼封條再跟你們說 我本來是打算真的把它貼封條的 然後下班的時候貼起來 第一個來上班看一下 檢查封條有沒有破壞 沒有我是認真的 因為你不知道半夜會發生什麼事 這不可能 不可能 監聽設備 栽贓 盜取中藥文件 這個都是有可能發生 你的鄰居如果是這樣子 你真的會害怕 他理直氣壯 他絕對沒有犯法 半夜跑進去 人家的這個 人家的這個 暗工場所 他絕對沒有犯法 他的法治觀念是這樣 而且還覺得他很認真 當小拓這麼認真 還理直氣壯 那每個小拓都可以這樣講 強盜小拓做 都是半夜會不會這樣做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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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想說他是不是超級 在一起的期間裡 我認為他就是坐賊喊坐賊啦 過去我也一直覺得很困擾 就是研究室在陳玉珍旁邊 然後旁邊是一個就是惡鄰居 因為之前他也傳出說 他在研究室堆放過期的中國快篩 然後是滿坑滿谷的中國快篩 這件事情已經讓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了 作為一個研究室在他旁邊的鄰居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鄰居彼此要尊重 應該是要蹲清牧鄰才對 怎麼會處處的騷擾 甚至是用這種方式來影響他的隔壁的同事呢 所以我也在門口旁邊也貼上了一張這個 SPA館請往右走 我很怕要去找他洗頭找他按摩 找他泡澡的人會找錯辦公室 來到我辦公室 所以也請大家導正視聽 告訴大家正確的方向 請往陳玉珍辦公室走